长大后,我要赚很多钱去帮助生活困苦的人 因为战争和灾害,许多人在严寒的环境中没有暖气 希望温暖平静的春天能早日来临 去年是个不安定的一年 希望今年能顺顺利利 生命是珍贵的 最近病毒不知不觉间蔓延全球 有些国家甚至封锁了城市 病毒肆虐,夺走许多无辜的生命 在新的一年,希望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健康 幸福,快乐 去年,日本向台湾赠送400GSE苗 台湾因此度过了危机 非常感谢日本的善意和捐赠 去年世界各地发生了许多悲伤的事情 例如战争,暗杀,新冠病毒等等 希望能赶快解决这些问题 大家一起加油吧 我想成为谋士 所以要全力以赴 更加努力 将来我想成为书法老师 从今以后也会努力朝目标前进 明年我就要成为一名国中生了 希望我的国中生活 犹如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 像动人的歌词一样 美丽而丰富 希望努力学习的台湾学生们 都能好好休息 我是国三生 明年这要考试了 希望能考到理想的学校 所有生命都需要水 才能生存 我想成为甜点师 2022年 我想尝试制作布丁 蛋糕 果冻 提拉米苏 千层蛋糕 松饼 铜锣烧等等各式各样的甜点 我想成为生物技术公司的研究员 这份工作背负着许多生命 所以我必须集中精力 不犯任何错误 我希望能更勇敢地面对未来 努力朝着目标前进 我想成为一个温暖的人 希望微薄的力量也能在社会上有所贡献 希望有一天我会成为宇航员 去各种不同的星球探险 想去宇宙探索各式各样的事物 想要能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 希望世界充满爱 大家都能被爱且不分种族地去爱所有的人 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爱的存在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值得珍惜 但我们使用非常方便的一次性餐具的话 可能会导致许多动物灭绝 我们一定要好好爱惜这个世界啊 希望世界天灾人祸能减少 疫情好转 和平与安宁来临 长大后 我想成为警察 然后抓坏人 不同就是不同 应该互相尊重 看到这个字 会联想到丰富的感觉 祝愿平安喜乐 每个人都有享受自由的权利 我想全力争取 希望成为慈善家 我想帮助身处困境的人 希望每个人都能笑颜长开 我想要有很多朋友 一定会实现的 我是在台湾生活的日本人 每天都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一起学习 未来 我想要在没有国家的宇宙站 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做朋友 怀有体贴关心 与感恩之心 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当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也希望家人能充满恩典 无论将来成为怎样的人 我都会将自己奉献给世界 这都是为了能让我们能变得更好 汇聚善良的力量 共创美好未来 我祈求所有当今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 都能战胜当前的疫情 身体健康 平安无事 实现心愿 作为一名教师 我希望书法教育 能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发展 并且日本与台湾之间的文化交流 能更加深入 这是我新年的祝愿 日本和台湾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应该彼此关爱 珍惜这份缘分